大家好我是Edith 歡迎回到Live Jantling 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一樣有吵MT的習慣 MT就是masking tape 但我想大家對於什麼是MT 紙膠帶都不陌生 這種用和紙做成的膠紙充滿了很多不同的彩色的圖案 很多人看見這麼漂亮就會忍不住買買買買了很多卷 但拿到回家後又不知道可以用來做什麼 不如我們今天也試試用MT來做什麼 想得越多越好的 如果你是一個文具控的話 相信你對手帳也不會陌生 很多人都會用MT來裝飾手帳 因為它很色彩 也有不同的風格 當它們拼貼在一起的時候 就可以把手帳裡面空白的地方填滿 每一個頁面都會獨一無二 不過其實我用MT來裝飾手帳的技巧還是很初階 不知道怎樣可以拼貼得更好 更加豐富的頁面 還是要繼續練習吧 也是因為主要用來裝飾手帳的關係 因為很多時候我買MT都不會選擇卡通公仔的圖案 我都會選擇純色、斜紋、直紋、格仔、文字等等 而我特別是喜歡上面有燙金的MT 除了用來拼貼空白的地方之外 其中一個用途就是用來貼一些相關的資料在你的手帳裡面 例如是你去過餐廳的卡片 或者是一些旅行的參考資料等等 有時我們還可以用MT來拼貼一些地圖 就像我上一次旅遊手帳的一條片一樣 除了用來裝飾手帳之外 也都可以用來做書籤 如果有一次你看了一本書 覺得裡面的狼講得很好 那你就可以用MT去黏起它 像我這樣 我通常會用這種習慣 去把它黏在一本書裡 因為MT的特色就是它的黏貼性不是很高 就算黏了下去 它會黏得很實 但撕回來的時候也不會留下痕跡 所以它就很適合用來做書籤 那也有些人會用MT來包裝禮物 或者在順風上面用來做貼紙封口 那我也有見過人家用MT來拼貼了整幅畫出來 那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但我的技術就不夠高 我只可以剪一些圖案出來拼貼一些賀卡 那我今次就嘗試用MT來拼貼一個生日卡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做的 你們聽不看得出這個是士多啤梨蛋糕 雖然這次拼貼這張賀卡的步驟很簡單 亦都不花了很多心思去想 但拼貼出來之後我也覺得很有成功感 而且MT它們柔和的顏色令到整幅畫都很連貫 除了一般文具控會用到的MT方法之外 我也想到幾個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可以用到MT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常常都會有一些很像的物件 例如是耳風 其實我也覺得如果撈亂了 挺尷尬的 所以我就打算用MT來裝飾一下 就算它有幾次都好 然後我都可以認到哪一條是我的了 然後我對原裝的充電器其實是有一種執著的 我一定要用原裝的充電器 配合原裝的條線是一對的用的 但是家人就會買一些不知道什麼牌子的充電器回來 而它們的樣子又做得很像的 所以我經常都很擔心它們會撈亂了我的條線 於是我就想到 用MT把我的線配對 我會在線的一邊和插頭的一邊 都分別貼上同一款的紙膠帶 那我就可以辨認出它們兩個是一對的了 讓你看一下 就這樣就眼看上去真的好像的 那說完電話和iPad的充電器 我又順便說相機的充電器 不知道你有沒有用相機呢 如果你有的話 你會發現相機的充電器 總是要分很多個的 每一次它都會分成三個 可能是電壓的問題 但是因為我之前也有另一部相機 而我發現它們這個充電器 是超級像的 於是呢 於是呢 我又要把它貼回同一個系列 但是呢 因為有兩個款的關係 所以我呢 就會在另一個的充電器那裡 去貼上另一種顏色的紙膠帶 而方便我呢 去辨認哪一個打哪一個的 有時候我們去旅行的時候呢 都會用到一些小樽呢 來裝著一些塑洗用品的 但是呢 在這些塑洗用品上面呢 很容易會拌亂 所以呢 我就會在MT 貼在蓋上面 然後呢 再寫上呢 看看這是什麼來的 用MT來裝飾個人物品呢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MT的顏色很多 亦都有很豐富的圖案 所以呢 用來拼貼啦 用來裝飾就很好啦 那我今次呢 就會用MT來裝飾一下 我這個這麼平凡的水樽啦 有時候呢 有些東西很好用 但是它的外表呢 又不漂亮喔 那你就會很想嫌棄它啦 但是呢 如果有MT幫手呢 那就不同了 這支潤唇膏呢 我真的覺得很好用的 所以呢 我就把它的包裝拆了 然後呢 就選了幾種MT去重新裝飾過它 裝飾完之後 是不是真的比之前漂亮了很多呢 那最後呢 那最後呢 我就會示範用一樣呢 我真的沒有想過的東西 只不過呢 在預備這個影片的時候呢 被我竟然發現了 有人會這樣做喔 就是呢 用MT來製造Nail Art 那呢 就將那些MT 剪到跟你的手指甲的大小一模一樣啦 然後呢 就貼上手指甲上面 那我自己試過幾次之後呢 我就發覺呢 其實都是一些大路的顏色呢 會比較自然的 而且因為MT呢 其實它是有點半透明的 那樣的 它是比較薄的 這個就是和紙的特色 所以貼上的時候呢 如果你選一些圖案呢 不是那麼明顯的話呢 那貼上去呢 都不會很看到的 那我也貪得意 弄完五隻手指來試一下吧 那以前呢 那以前呢 有一段時間 我都很喜歡塗指甲油的 因為覺得呢 能夠塗到自己的指甲油 不手陣呢 真是一件很厲害的事 但是之後呢 因為沒有耐性 要等它乾啦 所以呢 就慢慢放棄了 那但是呢 如果呢 如果可以用紙膠帶來 裝飾指甲呢 那就可以很省時間啦 因為你不需要等它乾嘛 現在呢 我就用一個間條的圖案呢 來裝飾我的食指啦 那我想在食指和尾指都會用直間 其他呢 就會用純色的 其實這些直間的圖案呢 如果你真的塗指甲油的話呢 你要一層一層地塗上去啦 要等一層乾了才可以塗另一層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如果一貼上去就有一個花紋在這裡呢 都真的挺吸引的 我想呢 做好之後呢 如果 將它面頭上面再塗上一層面油呢 那這個效果呢 應該都會挺好 而且呢 可以防水 不過呢 我這次呢 都是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和玩玩而已 我想我呢 都不會太有興致啦 而且不會太捨得 用我的紙膠帶來裝飾我的指甲 看了這麼多個之後 不知道你又覺得哪個最有用呢 那我也覺得 紙膠帶呢 其實都挺有用的 雖然呢 一卷那麼長呢 真的很難沒有用的 但我都會覺得呢 用了它們呢 比起擺在這裡呢 更加有意思 如果你朋友 經常怪你 為什麼你買這麼多紙膠帶呀 究竟有什麼用的呢 那你記得將這條片 share給他看 讓他知道呢 其實紙膠帶呢 真的很有用的 那你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個like我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我會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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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下 我會記得 你習慣了嗎 我會記得